陆奇会不会为了卡库最终背叛吴老兴 完全有可能的 尤其是早期CP9这些家伙 是有非常深的同伴友谊的 四方的大战 他们大战藏了一伙 惨败 陆奇和卡库当时是受伤最惨重的两个 他们CP9的同伴们 带着他们离开了战场 后面卡库恢复了 陆奇还没有恢复 这几个CP也没钱 在街上耍杂技卖艺 为陆奇筹集了医药费 最终治好了陆奇 我现在看加布拉变成狼 跳火圈那个画面 都还是非常感动 这些家伙确实不是纯粹的坏蛋 赚钱有道 而且惩恶扬善 唯一值得注意的是 他们对于恶的惩治是非常夸张的 那CP组织根本的错误还是在于 他们服务的天鹿人以及吴老兴 都是一群垃圾 陆奇本来就有杀手嗜血的病 加上又被洗脑 成为了天鹿人的杀人工具 但对于同伴的真实和关爱 可能就是拯救陆奇的道路 卡库对于他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同伴 这也是为什么陆奇要求吴老兴火星 能够饶过卡库一命 但是火星的回答却是 他不会介意踩死了一只虫子 换言之 卡库死不死 他一点也不关心 陆奇该怎么办吗 当他最真爱的同伴 和吴老兴行动的矛盾 真正发生冲突的时候 如果陆奇选择背叛吴老兴 就卡库 那这个反派人物 真正就升华了